大家好,我是Saki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如何看懂Valent赛事》新手篇 上期我们介绍了一些常规和特殊的爆能器安装点位 小伙伴们有没有在日常的游戏中进行尝试呢 本期我们将通过介绍游戏里的四大位置 决斗、突击、控场和少位 来帮助大家更好地看懂职业比赛中的阵容选择 决斗位的特工往往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和单挑能力 有着能够独当一面的技能 在比赛中往往冲在最前方 为队伍寻找获胜的契机打开突破口 决斗位主要有两个任务 首先在回合前期需要通过个人能力寻找首杀机会 然后在队伍集结发起总攻 或者作为防守方集结反轻时 作为突破手第一个进入高点 拉开枪线寻找击杀 其中不死鸟、夜路和瑞娜跟擅长单挑 因为他们有着后摇动画时长短的闪光雷技能 可以自闪自拉 创造对枪优势 而捷锋、雷兹和霓虹跟擅长突破竞点 他们都有出色的位移技能 能迅速进入高点 拉开防守队员的枪线 吸引对手火力 为队友创造竞点的空间 在FGC Valorant的邀请赛年终总决赛的小组赛上 越地区康康选出结封 第二回合开局先收掉一人 随后 在队友的技能辅助下 趁机直接竹锋冲刺到包点后侧 拉开枪线的同时 带走贤者 再运用竹锋的灵活位移调整位置 击杀黑梦 带领队友完成破点 拿下五杀 这波 康康将决斗位的灵活和突破能力 发挥到了极致 突击位能从不同角度切入 并击退防守方 替队伍在诡异多变的战场中 创造优势 练销 黑木 铁壁 斯凯和KO都隶属于这个位置 突击位的主要任务有两个 首先是侦查信息 让队伍能在安全的情况下 获得对方的站位 其次 使用远距离闪光或眩晕类技能 帮助队伍进点 包括进攻破点和防守反进 现有的五名突击位特攻中 猎削和黑梦的技能 更偏向于信息侦查 而铁壁 斯凯和KO 更擅长使用闪光 为队友创造优势 在伊斯坦布尔全球冠军赛期间 DRX的猎削 开局 先是用削型无人机侦查了中路 在获取敌方站位信息后 与队伍会合 并在队伍发起进攻时 用循地剑探测包点信息 确定了包点内防守队员的站位 帮助DRX轻松赢下回合 控场位目前一共有五名特攻 他们分别是 炼狱 魁蛇 幽影 星坠 以及烂人 五名特攻的技能各不相同 但他们都拥有使用烟雾弹的能力 擅长分割地形 隔绝危险 是Valent比赛中必不可少的位置 控场位特攻在进攻时 能阻碍敌人的视野 破坏防守防枪线 而在防守时 烟雾弹能拖延对方进攻的脚步 也能配合队友反清包点 甚至还能直接封烟 掩护队友强拆爆能器 在LOD对阵Optik的 伊斯坦布尔全球冠军赛总决赛中 LOD首相局发起快攻 全队用技能开路 同时拥影在防守方复活点入口 和二楼封下黑杖 破坏防守方枪线和视野 迫使Optik放弃防守A区 让烙得无伤拿下包点 这便是控场位 在进攻中作用的完美体现 最后一个位置是少尉 他们能够为队伍封锁区域 以及掩护侧翼 圣伯乐 贤者 奇乐和灵 是目前已经登场的四位少尉 在防守方时 少尉特攻可以依靠自己的技能和道具 拖延或瓦解对手的进攻 为队友回防 争取时间 而作为进攻方 少尉又可以利用自己的技能 侦查防守方是否前压 帮助队伍解决后顾之忧 在伊斯坦布尔全球冠军赛上 Flantic的AlphaEar 利用奇乐的纳米风群 阻止了DRX的爆弹进攻 尽管DRX的截风强行进电 但和队伍完全脱节 被轻松击杀 奇乐和幽影随后形成双人架枪 制造交叉枪线 完成了一波教科书半的防守 体现了少尉优秀的防守和拖延能力 在了解了四个位置的特点后 我们不难发现 比赛中 队伍往往需要以这四个位置为基础 来进行阵容搭配 通常需要一个决斗 一个突击 一个控场 一个少尉 最后一人 则根据地图和队伍战术需要来选择 比如在森寒东港 一套标准阵容就是 决斗为截封 突击为猎销 控场为魁蛇 少尉圣伯乐 最后 再加上这种地图上的强势角色 闲者组成最终阵容 除此之外 职业队伍们也会根据 不同的地图和对手 来灵活调整阵容搭配 作为应对 比如 有些地形较大的地图 需要在多个路口放置陷阱 所以就有了 其乐 闲者 圣伯乐的三少尉阵容 而因为 亚海旋程上的地图信息的重要性 有猎销 黑梦 以及KO组成的三突击阵容 就会显得格外强势 除此之外 职业比赛中 还会有双控场 双决斗等 多种阵容搭配 这也正是 Violent电竞赛事的魅力和看点之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有没有对 各特工的定位 以及他们在比赛中的职责 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呢 想要关注更多 Violent赛事的相关内容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笔展 微博 视频号 以及抖音 Violent电竞 我们下期再见吧